還是偏高 還是比較外角 又高喔 喔 沒有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 下一棒要面對的是小胖林鴻鈺 但是有看到似乎待會兒 林思偉已經拿棒子囉 就是 帶跑 帶跑 喔 追平分 他贏那一分喔 所以蔡振宇這個時候上來來接替 梁家榮的這個跑壘 這 先想著翻平分數回來後面再說 這一棒打出去在中間方向 這個距離到了警戒區 被接殺 他 這樣子二雷上的跑者呢在前進一個雷包變成了一三零有人一出 這個球大的夠深遠但是還是差了一點點喔 海嘯哥 海嘯哥 可以換上來 能不能夠讓公事呢去做一個延續 在今年呢 在今年呢目前呢是兩層四六的一個打擊前進 今天呢才登陸回到一軍呢馬上就有上場的一個機會 追過去有機會接喔 哇唷 在界外的位置滑肩 那這樣三壘上的這一分回得來 哇 還是一個機身打 帶一分的打點 他現在變成一分差 不過追平分還是只能停在一壘 哇這個跑耶 當然三壘這分回來沒有問題喔 但一壘沒有上去有點可惜喔 一壘有一個小小瑕疵 因為這個球是打在界外區喔 就算落地的話 你也沒辦法推進到二三壘啊 所以這個球如果到界外區 蔡振宇應該先回來踩著喔 變成是他接到之後 你要跑出來看他會轉球轉哪裡 這球已經在界外區喔 有一點滑肩 那如果你這時候是踩在壘巴上 你有機會近戰得點圈喔 這個一來一往是有差別的 有差別 因為下一 Rision這一棒如果有安打出現的話 那比較有可能回到本壘喔 所以這個跑壘可以再做一個小 因為如果是在界內區的話 這樣的跑壘大概沒有問題 因為已經到界外區了喔 好啦大家就看看 朱宇賢這一棒兩出局了 這棒打的是比較淺 穿出去的是一隻安打 所以你說剛才那個跑壘這麼重要喔 打擊 打擊出去 滾得比較慢跑的比賽結束 雖然是一路苦追啊 但是在這場拉鋸戰最終呢 還是客隊富邦漢將啊 一分之差 7比6 立刻了地主球隊啊 樂天桃園在下半季呢 拿到了首勝 而且富邦近期的話 等於是一個四連勝的一個成績 我們建議大家稍後平衡 待會兒有賽偶講評